口罩即将要解封 口红变成了外出的必需品 但是有民众打开了 尘封已久的口红发现 怎么表面流汗了 担心说这样子还可以使用吗 专家就为大家解答 要大家不要急着丢 其实口红的汗水 就是成分当中的油脂 要是说产品没有异味变质的话 就可以继续的使用 想让气色变好唇膏绝对少不了 女孩们的包里肯定都多备好几支 但你的唇膏有没有出现过 这样的状况 看到真的吓一跳 高体表面竟然开始冒汗 凝结成大大小小的水珠 口红冒冷汗 这样还能用吗 可以啊可以啊 为什么不行 那里面一定包括有机溶剂 那这种东西它在组成的时候 它是加热混合 让它均匀 那在这样情况下 你冷却之后 它溶剂是均匀分布在口红里面的 如果你因为外面的温差 那它就会导致它热胀温缩 那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那些有机溶剂 就可能跑出来 老少大家别担心唇膏也别急着丢 用手轻轻将冒出的油脂均匀抹回 口红体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但教授另外也建议要注意口红放置的位置 尽量放在密闭空间 例如抽屉 但也得确保放置出温度不能过高 就可以保持口红的稳定性 跑一部分出来 而不是说全部跑出来 全部跑出来 你就没办法涂在嘴唇上了 那就够硬了 所以它跑一部分出来 其实并不影响你这个东西 除了口红 食药署也要大家特别注意 其他化妆品类 也要避免存放在阳光直射潮湿 或温度变化大的地方 若使用的时候发现变质有异味 就要立即丢弃停止使用 记得台北继续报道